这是一种神秘的小草 随处都可以生长 却能治疗严重的肝病 不多 就几根 每人分了几根 因为大家都想要 在中医治疗肝病过程中 它又有着怎样的妙用 拧梗 拧菌 鼻子 甚至拧躺 一口都学不得把它扔回来 云南白药提示您 收看本期中华医药 神奇的仙草 家住南京的黄女士 曾经有过一段独特的 鱼草结缘的经历 那是在2009年 本以为就是患了 普通感冒的黄女士 烧虽然退了 但胃口却变得很差 胃部发胀 看见油腻的食物就恶心 小便发黄 到医院检查 结果让她大吃一惊 医生说 在慢性乙肝的基础上 黄女士还感染了另外一种病毒性肝炎 物性肝炎 两种肝炎重叠在一起发病 相当严重 甚至会危及到生命 尽管一直配合着医生在进行治疗 但肝炎的症状却并没有消失 在那段住院的日子里 看着接二连三比她还年轻的病人 都因肝病抢救无效而死亡 黄女士对自己的治疗也失去了信心 看到那个地方的病人 我就感觉人没希望 人没有活的希望 因为头一天你还晚上还在跟他们聊天 等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人就没有了 这是常有的事 回到家里的黄女士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病情开始加重 腿脚出现了严重的水肿 而且肚子也越来越鼓 我自己就觉得腿肿 肚子就大了 看到肚子大了 肚子亮亮的 肚皮亮亮的那种感觉 当黄女士再次到医院检查的时候 结果令她难以接受 她的肝炎已经发展到了 严重的肝硬化 肝腹水 那时候脸拉黄的 眼睛也拉黄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包括身上皮肤都是黄的 人家一看就是 这个人怎么这样的 跟个死人样的 就是我以前的同事 看见我以后 当面没说 背后就说 她那个脸怎么那么可怕 疾病的折磨 让黄女士痛苦不堪 到底还要不要治疗 她在心里不停地拷问自己 我就是生病了以后 又是看病 又是租房子 还要营养 因为好多就是像我们这种 人才两空 人又没救回来 钱也没了 因为在医院住的这么长时间 见了太多了 我不想治 真的不想治 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让她又似乎看到了希望 为何不尝试一下中医治疗呢 也许会有办法 带着仅存的希望 她来到了江苏省中医院 经过半年的治疗 疾病总算得到了控制 而此时 女儿和丈夫的关心 更让她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刚好女儿回来 女儿忙前忙后的 完了还跟她爸爸发火 为什么妈妈能这样呢 是不是你没有给她找好的医生 你要找不到 我给她找 家庭的温暖 为黄女士的积极治疗 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个偶然的机会 黄女士见陈医生 给前来看病的人 发了一些草 说是能治疗肝病 她也顺手领了几根 不多就几根 每人分了几根 因为大家都想要 在门诊上 都想要 让大家分分一人几根 说心里话 好像没把它太当回事 但是回来还是重呢 也想试试 就是说好像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 能不能在我身上有这个奇迹 也有这种想法 抱着一线希望 黄女士把医生给她的小草 种了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 草越长越多 她开始尝试着吃这些新鲜的小草 炒着吃 伴着吃 从那以后 黄女士基本上每天都在食用 这些新鲜的小草 经过一段时间后 当黄女士再次到医院进行复查时 她看到了让人称奇的变化 大概有三四个月 因为我的指标在往下走 春天是肝病发病的季节 我就平稳过度过来了 我就感觉她挺好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 春天的这个时节 我是经常的 不断的 不间断的 就是吃着 我现在我不告诉人家 我是肝阴化时代长期 人家看我的外表 人家不会以为我是病人 神奇的小草 让黄女士的疾病 慢慢有了好转 也让很多肝病患者 把这种叫做锤盆草的小草 视若珍宝 称为仙草 如今 在江苏省中医院 每天都会有很多人 慕名找到陈医生 向他索要这种 可以治病的仙草 南京林谷寺的明音法师 也是其中一个 上世纪八十年代 明音来到灵谷寺出家 成为了一名僧人 守着清灯谷佛 他平静地生活了三十年 然而五年前 明音法师 却突然感觉自己的胃 很不舒服 胃酸 反而对这个胃 胃酸 难受了 就是难受 胃酸一直在这里面 就熟醒 难受了 胃酸的症状 实有实无 并没有引起 明音法师的注意 但是 随着烧心症状的家中 让他警觉起来 到医院检查后 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明音法师 常年生活在寺院里 清淡的素食 加上寺院地处山林之中 空气清新 又怎么会感染上肝病呢 称之人告诉我 说啊 说我是这个 这个 说我得过一感的 而且是自治好了 无自治也 从来不治不治 也没 也没说 也没得过什么感应 但是怎么 一下子就有了感化呢 那警察现在 我会抗治 有抗治就说明 是感染过这个 一感病多的 在医生的建议下 明音法师选择了 传统的中医治疗 也就是在那时 他开始接触到了这种 被称为仙草的植物 垂盆草 一种随处都能生长的小草 却能治病 这让明音法师十分感兴趣 从那以后 除了日常的打坐念经 明音法师又多了一项任务 种植垂盆草 他先是在自己居住的小院内 进行栽种 一个月后 小草长得十分茂盛 种的肚子 成功的自然 成功的自然 它有的日常长得好 你想我们那会长得好的 我们没有水的去 那长得好 根据医生的嘱咐 他每天除了按时服用中药以外 在吃饭的时候 每次都加上一些新鲜的垂盆草 吃这个垂盆草 拧梗 拧紧 鼻子 甚至拧躺 一口都舍不得把它浪费掉 半年过去了 明音法师的检查结果发生了变化 无地检查已经很正常 刚好明指标 控制的很好 控制的都很好 都正常 看到了治疗效果 明音法师更加坚信 垂盆草的功效 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 慈悲为怀的明音法师 开始研究垂盆草的栽种技巧 根据垂盆草的生长特性 它甚至在布满青苔的大树上 种植仙草 为了让垂盆草在树干上生根发芽 明音法师从附近的玄武湖 挖来优质肥泥 并搅拌得充分粘稠 就像用黄沙水泥墨墙一样 把垂盆草一根一根地种上去 中医认为 垂盆草性胃肝淡良 归肝胆小肠经 有清热解毒 消肿利尿 排浓生机的作用 对肝炎患者的口苦 胃口不好 小便黄等湿热症状 有减轻和消除的效果 如今每日清晨 明音法师都会来到寺院的周围 寻找垂盆草 把那些生长在石缝里 山沟和河边的垂盆草 移栽到小院内 帮助繁殖 这项工作也似乎成了 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神农长百草的故事流传至今 而生长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仙草 为我们解除了病痛 带来了健康 它们或是生长在小河边 或是长在大树旁 甚至还会落户在 我们寻常百姓家的阳台上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一 欢迎您继续收看 很多朋友喜欢在自家的阳台上 种一些植物 比如说像薄荷 紫苏 茉莉等等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垂盆草 这些植物不仅美化了环境 有的时候还能够作为食材 摆上我们的餐桌 那么这些植物该如何吃 才能够起到保健养生的作用呢 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桃新香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眼博士 做客的两位专家 欢迎陈主任和张主任 欢迎两位 也欢迎我们健康问诊团的嘉宾朋友们 欢迎大家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健康故事 里边讲了两位肝病的患者 我们会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他们在服用中药的同时 还在服用一种叫做垂盆草的东西 我想问一下陈主任 这个垂盆草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它能够用来治疗肝病 垂盆草是我们中医肝病科医生 经常用来治疗肝病的一种中药 从中医来讲呢 它的腥味呢是味道呢是肝淡 也就是呢吃嘴里呢有一些淡淡的甜味 心呢偏凉 具有这个清热类食 解毒消毒 凉血止血的这个三大功效 你好我想问一下 垂盆草这么管用 那么生活中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垂盆草呢 我们呢具体要看你的体质 如果呢一个没有肝病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情况属于我们中医所讲的 实际的体质呢也可以是用垂盆草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长青春痘 这个年轻人 好在说呢口腔有溃疡 反反复复的发作 还有呢这个口腔有异味 口臭的人 好在说大别密集的人 都可以通过使用垂盆草来达到一个调理的目的 如果我们皮肤上长得湿疹 我们说呢不但可以通过这个使用垂盆草 还可以将这个垂盆草煮水来洗澡 达到一个辅助治疗的目的 实际的体质呢才能适合吃这个垂盆草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体质 偶尔吃一两顿呢没关系 但是呢如果你天天来当这个菜吃呢 我们说不可以 中医认为啊是要三分毒 虽然我们目前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没有发现垂盆草 有什么特殊的毒性 它的性质是偏良的 还是有一点的偏性的 张主任又补充了 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药物有毒啊 它实际上分了几种类型 一个呢是包含了这个药物它真正的毒性 但是有一些药物确实是很有毒害作用的 比如说父子乌头啊这一类的药物 但还有一类呢我们把它叫做中药的这种偏性 比如说大家说的这个垂盆草啊 它本身是这个清热的沥湿的 它是一个偏寒性偏良性的一个药物 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莲是一个清热解毒药 它解的就是热毒 而这个垂盆草呢它清热力湿 它解的就是湿毒 所以呢这种毒性呢我们也叫做说它是有毒 但是呢这种毒性还是要分而认知 叫分别来认知它 就如果要是说用的不对的话 给这个人用的不对了 这个人吃了以后它可能就会起到不好的作用 我们可能把那种东西也乘做是副反应 但这个呢就不是对我们身体有毒害作用的这种毒性 而只是说比如说体位凉的人 一吃凉的东西就拉肚子的 那这种给它再吃垂盆草 它可能会更严重了 那这种呢是我们不需要的 那这种我们也管它也叫有毒性 刚才陈主任跟我们讲了 说这个垂盆草是适合肝胆湿热体质的人来吃 陈主任跟我们详细地再讲一讲 这个肝脏按照五行属性来说 它属于木 我们化了肝病以后体质就变化了 变成了这种肝胆湿热症 所以呢我们中医治疗肝病 就是变得这个湿和热 运用清热类似几多的优惑治疗肝病 无论你是这个冰冻性肝炎 还是脂肪肝 还是酒精性肝炎 或者是这个优惑性肝炎 免疫性肝炎也好 运用这个清热类似减多的优惑 来治疗都会达到良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实际上肝病它不仅仅是一个肝胆湿热 因为肝胆湿热型的肝病 你要分虚重热重还是湿热病重 但是肝病本身还有一些 比如说肝肾阴虚的人 还有一些比如说肝阳上抗的人 中医叫五脏之病肝为凡 肝病是最复杂的 所以湿热的肝病只是其中的一种 就是湿热性的肝病是可以用这个 可以 垂盆草来 看我们现在面前摆了三盆植物 我们下面要请一个嘉宾上来 来认一认哪一盆是垂盆草 哪位愿意 您好 我们也请陈主任上来 刚才我们前面其实看了一个 健康故事的短片了 是吧 您认认这三盆里边哪一盆是垂盆草 您说哪个 您刚才说 我说的这是马齿县 那是马齿县 您认得的 是 您是在家自己也种的吗 平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我们非方人就爱吃饺子 麻齿县县包和嚼着 这样啊 那是马齿县 那这两盆里边哪一盆是垂盆草呢 可能是这一盆吧 这盆垂盆草 这是 这是啊 根据短片来这样 还是来猜的 我是在短片上看得好像有叶 刚才我们看了绿绿的那个小叶子 绿绿的小叶子 陈主任 对吗 我们这位阿姨呢 拦出来这盆垂盆草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呢 这一盆呢 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不是我们马齿县 这个呢 是我们的太阳花 这个呢 是我们的附加草 主要进来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垂盆草的这种特征 第一个 我们从来看它的一片 这个一片的这个呢 是长长的团圆形的 看到这个一片没有啊 而且呢 它是厚厚的 有点肉质的 第二个特征呢 一定要看 我们是三个叶 每一节上面有三个叶 这个三个叶呢 是围成一圈的 大家看到没有 哇真是 三个叶围成一圈的 叫三叶人参 跟这个其他的两个不太一样 大家看这个一只呢 这样的一只 它就是什么 一片一片的长上来的 它完全不一样 大家看清楚没有 垂盆草呢 长到一定的时候 会从盆草垂下来 所以可以摆在家里 当着一个绿化 非常美观 那个是太阳 太阳花 太阳花这一盆呢 这叫富甲草 富甲草你看 它一只也是绿色 但是它这个一只形状 就是长针形的 对 跟我们这个一只 一片不一样 我刚看那个观众朋友 有问题 观众你好 我特别想种这个垂盆草 能不能教我们一下 这个垂盆草怎么种 刚才这个嘉宾朋友提出来 就说怎么种 有没有想学习的 您啊 来 上来 然后我们让陈主任 来教一教大家 怎么来种这个垂盆草 好的 您操作可以 我们说这个垂盆草呢 这个种子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呢 用这个垂盆草的种子呢 回家繁残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直接把这个垂盆草 这个种苗 直接插到这个土里面 就可以了 我打算一下 就是摘下来的时候 我们是要就是 起着这个根 尽量摘那个有根的 还是我们就把它剪下来 就剪下来 随便剪下来 随便剪下来一段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种啊 好 大家看啊 我们首先呢 就是把这个土呢 先浇暖一点 就让它润一润 是吗 让这个土润一润 你这个再浇一点啊 先稍稍一点 让它松软 松软就行啊 不要太湿 下面呢 就用一个我们家的筷子 或者小木棍都可以 在这个土里面呢 这个倒一些那个洞 过一会儿就把锤泵 这就呢 插这里面就可以 是不是要插进去的 对 那么这个洞呢 大概五厘米左右 五厘米左右 就够了 也就是我们家里面 选这个盆做的时候 那个盆也不用太深 一般的普通的花盆就可以 我们锤泵草的生命力非常旺盛 所以呢 插到土里它就可以活 把它一根根地把它插下去 插到这个土里去 你可以弄这个筷子呢 辅助一下把它插好 这一根就可以了 第二根呢 再插一根啊 看看啊 插到这个土里去 这个长短呢 都没关系 一定要插到一定的深度 它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插一根就行啊 再来 大家看了 它比如我们插进去一些 这个锤盆草 它会生长得很旺盛的话 它就会 还会长出一些 是吧 它会不断地生长 这个插好之后呢 我们呢 要再浇水 一定要把它浇透 浇透的这个概念是 我们说锤盆草呢 非常喜欢潮湿 所以呢 这个在潮湿的这个土壤里面 这样子浇 不会怕它烂根是吧 不会烂根 对 我们在家里面 浇这个花的时候 会发现 只要这个水下得很快 渗得很快 就说明它还有那个余地 吃这个水 我们正常的花盆 下面也有一个 那里漏水 一半不会烂根的 对 它会有空气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因为说 这个锤盆草 生命率非常旺盛 对吧 我们这个插得比较少 你可以插 把它插嘛 插密切的 你看我们这边 长得非常好 非常密切 没关系 以后呢 就把它放在你家里 这个阳台 一定要注意阴凉 通风 这两个环境 阴凉和通风 不要过于的炎热 太阳之色的不行 陈主任是这样 我们这个编导 也很好学 回家了之后 自己也学着 种了一盆这个锤盆草 但是会发现 它种的不是很茂盛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要不把这个编导 请上来 把它种的这盆 锤盆草也带上来 好的 然后我们讲讲 在家怎么种的 我们来找找问题 来戴心 来戴心是拍完这个节目 回家就自己种了 我也想尝试一下 就尝试一下 然后呢 我当时就想 为什么用了一个 这么大的盆 我就觉得这个土呀 足够的营养 它才能活 对对 我就没敢用这种小盆 拿了一个 我们家最大的盆 装了很多的土 然后再一想呢 这个锤盆草 不都锤在边缘吗 所以我就当时就 围着这个圈栽的 你看我中间是没有的 我会发现 对对对 都是在边上 我不知道可以种的 那么密集 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就发现 它们越长越细现在 你这个就是 先问问你啊 你这个是种了 有大概多少天吧 从再进去 有一个月了吧 有至少一个月 一个月了 陈主任先跟我们讲讲 一个月不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对对对 您觉得问题是出在哪呢 或者您看完了这一盆 这个这一盆锤盆草 那时候盆子非常好 涂也非常好 对 但是呢 长不好的原因啊 可能呢 当初你选的这个种苗 有问题 这个锤盆草的苗 有问题 因为这个苗呢 选择的时候 它的筋太细 所以呢 我们以后选择 这个锤盆草种苗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选择 相对比较粗壮的 这种种苗来 有观众刚才举手 是有问题是吧 来您 请问陈主任 这个一般 锤盆草长得多长 可以掐 掐着吃 嘴蒙个掐粉 我们说这个锤盆草呢 它有个特性呢 就像我们家里 经常吃的这个韭菜一样 割了还会再长 所以呢 这个锤盆草长到一定长度以后呢 你把它从这一段掐下来以后 它还会支持说再生长 你不用担心说 这个掐了以后就不长了 所以它不断地在生长 可以呢 当韭菜一样 不断的割了还会再长 那么长了多长以后 就可以掐下来呢 你等到它锤到这个 盆荫边上以后 长得太长以后 可能呢 营养跟不上 长到这么长 锤到盆荫边上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掐下来 大概切下来呢 我看 我们每次呢 掐个大概这么长 大概大概八九厘米 四厘米左右 这么长就可以了 这个呢 又嫩 它又好吃 也就是说 这个锤盆草 其实挺直的 对 因为刚才陈主任说 像韭菜似的 割完一茬又一茬 一劳永逸 一劳永逸 对 它这个掐的这个位置 它只要一长出这个盆子 长到盆草下来 对 但是锤得太长 就没有这么嫩了 是吧 就一垂下来就可以 一垂下来就可以 就跟你韭菜一样的 你要即使地把它勾下来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 我们给大家多次介绍过 就是用一些 这种很新鲜的这种草 这种植物 然后来泡茶 就带茶饮 像这个锤盆草可以吗 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可以做的 可以的 陈主任 我们讲一讲 这个用锤盆草来做这个带茶饮 都有哪些东西 好的 我看摆了几样 我们要准备一些摘下来的锤盆草 新鲜的锤盆草 第二个要准备三到五枚的红枣 再准备一些冰糖 我们像这样的糊 我们放一个十根左右的锤盆草就可以了 不要放这么多 直接把它放到这个糊当中 看看 十根左右的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量 这是我们把这个锤盆草已经洗干净了 对对 第二个呢 再把这个红枣放进去 这么大的枣 我们要用五到六枚呢 对 我们这个糊比较大 冰糖呢 根据刚刚来的口感 适当放一点就行了 不要放的太多 太多的太甜 我们就行 加开水 加开水 非常简单 我们有糖尿病病了 我们是不可以放冰糖 对吧 红枣都要注意的 但是如果没有糖尿病了 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只要是这个服务后 我们中医所讲的这个湿热体质 对吧 如果慢性肝病 你正好是肝胆湿热这种体质 你经常呢 饮用这个茶 它只可以解渴 它也可以消除 更重要的长期饮用 能达到保甘酱美效果 对 来我们现在到了 让大家品尝一下 好的 对 掌握一点量就好了 现在是锤盆草的清香味已经有了 对 请大家品尝一下 来 来 打一杯 露了半天也口渴了吧 正好喝点水 而且是热的 热乎了 可能那个大枣 大家喝完大枣的 可能剖开了以后 可能这个时间 再喝那个枣的味道 也就更那个什么了 我们来问问那个 您拿的话筒呢 您给我们讲讲 喝完了您觉得好喝吗 这个 非常好喝 非常好喝 您呢 非常好喝 哎呦 喝完了已经 看来确实很好喝 有一种那个淡淡的 那个锤盆草的清香味 对对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味道 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就很热的季节 好像喝它 你觉得有种清凉的那个感觉 对 刚才陈主任跟我们教了一道 这个用锤盆草来制作的 这个代茶饮 陈主任跟我们讲一讲 除了这个代茶饮之外 这个锤盆草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吃法 我们说这个锤盆草 它吃饭呢 还有很多种 除了个代茶饮 我们呢可以呢 在家庭当中 直接可以用锤盆草来凉拌 做凉拌菜 还可以呢 这个清炒 味道呢 都是非常好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 怎么做这两道菜 好 来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锤盆草 大概要准备到300克左右 我们第二种食材呢 炸好的花生米准备好 它有毒氧功效 毒水 还有增加水消败 增加这个淋水功能的作用 那么第一步呢 就是呢 我们去清洗这个锤盆草 对 我们洗好了锤盆草以后 我们先来盖盖 这个用开水焯一下 盖上盖 把这个水烧开 好的 我们现在水开了 水开了以后呢 我们赶紧把锤盆草 放到这个开水里 好 焯一下 不要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呢 它软了以后呢 就口感不好 好 我们就可以把火关掉了 好 就把它捞到这个盆子里面 下面呢 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花生米的处理 一定要把它做成碎木状 放在刀板上 现在稍微切成碎木状 可以把它再切稀一点 这样呢 对干芯花边的人呢 吃得更安全 好的 我们这个花生米就切好了 我们下面呢 我们再来切我们的锤盆草 只是说一样的把它切成碎木状 第五步呢 我们就把这个花生米和锤盆草搬在一起 首先呢 把它装到盆子里面 搬均匀以后就可以了 我们的调料呢 主要放两种 第一个呢 是放这个食盐 也不要放太多 所以我们干芯片的呢 颜色尽量清淡一点 是吧 还要呢 放一点这个麻油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香油 那么让它口感来更香 好 我们这一盆呢 一盆这个凉拌的锤盆草 就可以上桌 一家人呢 就可以品尝了 我们现在呢 再教会大家一种 这个清炒锤盆草的方法 好的 我们这个锤盆草已经洗好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炒锤盆草 火烧热以后呢 我们要加油 一般呢 我们最好呢 用这个湿辣油比较好 烧热以后 油烧热的 现在呢 我们来爆炒 这个快速的炒 把锤盆草添进去 一把头 加点油 OK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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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锤盆草盆草就炒好了 可以看看是不是很漂亮 想不想吃 不错 刚才我们看这个短片的时候 里边有一个细节 我不知道我们嘉宾朋友 有没有注意 就陈主任在炒这个锤盆草的时候 只放了油和盐 没有像我们平时炒菜那样 还得放点什么佐料 什么葱姜蒜什么的 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我们这个肝病患者 大部分呢 都是这个肝胆 湿热体质为主 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用的这个葱 姜 蒜 这一类这个调料 都是呢 这个温热性质的 有伤火的这种情况 如果跟我们这个 清凉的锤盆草 加到一起以后呢 你就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锤盆草 本身的这种清热解毒 这个凉血止血的这种功效 影响到 到它对我们肝脏这个 主要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肝病患者 如果使用锤盆草 我们原则上 葱姜蒜 这种调料是不放的 我们就放盐 放油就可以了 我知道今天在我们 这个嘉宾朋友当中 有一位朋友好像是 自己用这个锤盆草 而且用得很好 带来了一些效果 我是在几年前 一次体检 发现了肝伤有问题 有个小结界 就有针断是为 医生们就说了 他说你爱人这个 你不要看它小 但是它爆发力比较大 以后还会再生 就不断地会长 会再生 还会转移 后来我就说了 我说那我爱人这个病 它能好吗 他说很难说 最多只能活三到六个月 但是 对 只能活三到六个月 但是我不甘心 好好的一个人 后面那天就进了医院 做了一个手术 最后给我的结论 只有三到六个 做了 开到破肤检查 检查最后把那个手术 切除了吗 切除了 对对对 怎么办呢 西医不行 那我就找中医吧 这样后来我们就找了中医 我们就找了陈主任 他根据我的病情 带我开了中药 并且叫我 同时食用水泵槽 两项同时进行 进行身体回复了 一些 精力也有了 这三年 我手术已经三年了 已经三年了 三年多了 这个现在检查呢 当时说的是三到六个月 三到六个月 到现在是有三年了 现在三年多 就您在家里边 除了一直服用 这个陈主任的这个汤药以外 就是还在吃这个 还在吃锤芬草 像您在家一般是什么 喝代茶饮 有炒 有拌 还有什么 有凉拌 有 你们家就等于种了 种了一些是吧 现在我家的贺院 全是锤芬草 这个每天呢 就给它拌着 保健的这个菜给它吃 我想问一下 经常喝酒的人 对这个肝脏的功能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 吃这个锤芬草 能不能预防肝病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酒是一个 湿热性的东西 所以它很容易生湿生热 尤其是这种 就是有肝病的人 那更是不能喝这个酒了 然后它本身会加重 我们这个湿热体质 那锤芬草 它本身是一个 清热解毒的一个药物 清热力湿 然后它好的一个作用就是 现在研究 它能够降转霉 所以对这样的令人 还是能够有预防作用的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锤芬草 刚才陈主任给我们教了 在家里边怎么种 下面我们请张主任 再给我们推荐几种 这样可以在家里边 种的这种植物 而且可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一些保健作用的 看我们这台上 放了这么多漂亮的花 除了锤芬草之外呢 您推荐什么 薄荷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刚才说的锤芬草是清热的 搓一搓闻一闻 它是有非常清香的 不光是清香还有一些凉凉的感觉 像我们都吃过这种薄荷糖 或者是薄荷味的口香糖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偏湿热 偏热的情况下 用一点薄荷是非常好的 它是一个新凉解表的一个药物 就是您推荐了薄荷 这家里面可以自己种一些 然后这个薄荷 我们在家里面 尤其是刚刚您讲到 夏天来用的时候 我们一般您推荐的是怎么样 第一呢可以就揪下来 尤其是就那种嫩的干净的 直接泡水 带茶饮 它很容易那个味道就能够出来的 第二呢 比如说我们夏天呢 想就是喝一点这个红酒啊 或者节日的时候 红酒 酒都是要是热的 喝红酒的时候放一点冰块 然后把这个薄荷冻在冰块里头 然后化的那个酒里头 味道也特别好 这方法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 听完了就觉得 可能那个味道挺别样的 还有呢 可以阻止一下那个酒的热性 酒的热性 当然酒不主张喝酒 对 好 这个薄荷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简单的一个方法吃呢 就是凉拌 我们知道就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餐厅也可以 有的时候也有的 对 见到那个核桃仁拌薄荷 凉拌的薄荷 也是很好的 这是绿植 就是我们阳台上还能够种一些这种 蔷薇类的上 这是月极花 对 这是月极花 月极花呢 其实它很好的是那个不仅 这是赏心月木 它那个能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 尤其是用这种红色的月极 比较多 调是一个非常好的 梳干行气 活血调精的一个药物 尤其是在这个月经前后的时候 有的你心会有情绪不好 是吧 会有不高兴的情况下 就可以加一点这个月极 来泡水 可能最简单的方法 就我们自己用的话 就是代茶饮的方式 对 没错 我们一次用的量是 像这样的我们会不让它开 让它那个花包一点 包起来的时候 用两三个就可以 要这么大的 其实用一颗就可以 比如说要是这样 要是吃了点这个凉的 尤其在经期 会有胃不舒服 我们可以加一点红糖水 加一点红糖 泡成这种红糖叶极花 这个是 这是一个茉莉花 很多的那种茶叶 是茉莉花茶 对 老北京最喜欢喝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 对 那茉莉花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 能够让养心 凝心安神 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疏干的一个作用 但是人都知道 我们喝茉莉花茶 但是睡不好觉的人 喝茶更睡不好了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单拿这个茉莉花 拿出来 然后泡水 茉莉花泡完水之后 这个一吹很香 闻着很香 还有一部分呢 就可以把这个茉莉花 没有开的 就稍稍开一点的 茉莉花很香 很浓的时候 那个收集起来 放在枕边 然后睡前的时候 闻也有一个改善我们睡眠 安神的作用 安神的作用 对 它有一个很好的 宁心安神的作用 问陈主任 刚才讲了这么多鲜药 都可以吃的 我们北方人 特别爱吃胶子 我们以前 把那个 马尺线 做成胶子 特别爱吃 请问一下 是不是这个 锤喷草 锤喷草 也可以包成胶子吃呢 可以的 我们锤喷草 完全可以做饺子馅 而且呢 它味道非常好 我家里呢 也经常包着吃 这样啊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颗短片 来看看这个锤喷草 饺子馅怎么调法 来 下面呢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做 锤喷草饺子馅 我们还要准备几种食材 第一个呢 是虾仁 把它蘸成水木状 这样呢 可以起到味道鲜美 还有一种呢 我们要做一点 这个猪肉的馅 那么 猪肉馅呢 我们里面还要放一点生姜 把它蘸在一起 蘸成水木状 把它准备好 我们的调料呢 就是放一点食盐 还有点这个香油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 先把这个开水 把这个锤喷草烫一下 烫一下呢 一个呢 让锤喷草这个暖一暖 第二个呢 我们烫的目的呢 也是一个消毒杀菌的过程 开水放进去 时间不要太长 一半的 大概十几秒时间就可以了 以后呢 把它捞出来 弄好了以后呢 就一定要把它切成 切成水木状 一刀一刀的切 把它切成水木状 锤子放下再切 简单的切起 我们这个锤喷草 把它剁碎以后呢 还中意呢 因为它含的水分比较多 这样呢 这些锤喷草呢 水分剁了以后 容易烂 容易破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里面 所以有点水分把它挤掉 这个一挤呢 其实就是把很多口味也挤掉 前面已经准备好的猪肉馅 好的 我们呢 在这里面先放一点麻油 也就是这个香油 再放一点盐 然后再放点盐进去 现在呢 放好以后 就进行搅拌 搅拌的时候要注意呢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方向 慢慢地搅 有点内心 把它完全搅拌在一起 经过专家的调制 锤盆草饺子馅已经做好了 不仅看上去色泽鲜亮 而且味道也非常的鲜美 那么真实的味道如何呢 请现场的嘉宾朋友们尝一尝吧 太好了 这饺子就在我这儿呢 让大家尝一尝 看看这个锤盆草的饺子馅 您拿这个牙签 味道怎么样 吃口的 那个您吃了已经 您觉得怎么样 比较鲜美 比较鲜美 以前吃过嘛 这个锤盆草的饺子馅 没有 还是没有吃过 像您家就有条件呀 不是那个您说了 种的都是嘛 没想起来 对呀 现在可以换 换一个口味 对对对 好像我已经闻到 那个香味了 那个尤其是 先生您刚吃完 一咀嚼 那香味都出来了 这个里边吃得出来 那个锤盆草的 那个清香味有吗 有 可以吃得出来 可以吃得出来 就和我们平常 一般用那个其他酒 才吃的味道 还是不一样的